選手女團一次玩在兩年半活動結束 解散後成員們各自以SOLO或新團體出道 成績也都是相當不錯 完全是所謂的巨是一團或三是滿天星 其中一團體重新出道的 有以愛不自知亮相的安于真和張元英 而共鮮笑良和精彩原則領軍Lessela Finn在出發 都被看好有機會成為新一代女團頭頭 不過剛重新習慣新團的精彩原 在最近直播時口誤講錯團名 這片段也讓Ice One粉絲感動又感慨 而底下留言還有許多粉絲感謝新經紀公司HYPE 沒有把這段剪掉 比起完全不讓提Ice One的Starship 對Ice One粉絲來說這點真的很加分